苍武琼抬起头 与那昆奴直视 淡然的说道 肯自己来了吗 昏奴 昆奴沉身一鹤 怒心于色 难道你不知道 我这身外化身的神通 消耗极大吗 刚才受公羊正旗召唤 就已经消耗了 我大量的真元 苍武琼道 这样的话 你更应该长话短说 少说废话 好吧 我只是问你 你打算如何处理李云霄之事 苍武琼诧异道 奇怪了 为什么每个人 都关心这个问题呢 甚至比我还要关心 昆奴冷笑道 你觉得呢 且不说李云霄的前身是古飞扬 本来就是随便一动 就能牵引天下目光的绝世人物 单单说现在的形势 他几乎和每一件事都扯上了关系 这绝不会是什么巧合 虽然我不信什么命数 但天道有偿 此人绝对是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 苍武琼道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也是 那就只能用先前说的法子 采用柔和之策 看看能不能将其招安过来 昆奴 昆奴低下头来 双目如刀地盯着苍武琼 一字字地说道 我就问你 当年古飞扬之死 真的是意外吗 一旁的周楚和罗欣 都是心脏扑通地跳动着 手心捏了一把汗 如此密心之事 他们根本就未曾想过 苍武琼悠然地说道 当然是意外 古飞扬死在天荡山脉 你也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 这天下难道还有人 有本事在天荡山脉当中 设埋伏伏击他吗 昆奴冷笑道 天荡山脉乃是藏天之地 意为即便是天 也得陨落其内 古飞扬吃饱了没事 去天荡山脉做什么 别跟我扯什么追求神道 这天下间疯子的确不少 但他绝不是没脑子的疯子 苍武琼抬起眼皮 慢条思理地说道 这就难说了 他为何要去天荡山脉 多半也只是他自己清楚 昆奴脸上的冷笑 渐渐收了起来 变得面无表情 既然如此 那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你自己自求多福吧 他额头上闪现出一道光芒 化作一朵小花的模样 身体一下变淡起来 苍武琼脸孔抽搐了一下 突然说道 若古飞扬之死 不是意外的话 唯卿大人想要如何 那昆奴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随手凌空一抓 大殿的一处角落 摆置着一张古色的台案 上面叠放了不少玉检 其中一枚飞了起来 一下子落入昆奴的手中 昆奴将其放在额头 将神石慢慢烙印其内 似乎围轻力有不歹 昆奴的身躯变淡的速度开始加快 终于在消失之前 手腕一倒 将玉检射了出去 苍武琼伸手一抓 玉检落入手中 那昆奴已然不见 他将玉检放在额头 神石扫入其内读取信息 脸色顺便数次 最后回归正常 哼 一声轻哼之下 那玉检直接在手中化作灰飞 拍散在空中 走吧 他轻唤了一声 便带着周楚迈步离去 罗欣看了一眼地上的玉检灰尘 脸色也变得阴沉不定 一转身也直接离开了大殿 师尊 不知围亲大人说了什么 圣域上空 周楚跟在苍武琼的身后 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苍武琼只是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好事 周楚听得心中发毒 早知道是这个答案的话 还不如不问 他继续问道 那我们还是去灵花妙境吗 去 当然要去 苍武琼应声道 脚下加大了神通 由一步十丈 变成百丈千丈 最后直接缩地成寸 身影没闪动一下 就瞬息千里 同一时刻 北域一处险山峻岭之内 一座耸立云端的山峰 如同晴天巨柱 屹立在无尽的山脉之中 以山峰为中心 巨大的灵气弥漫开来 呈现出螺旋状的白色云图 慢慢散开 山脉中不时的有强大的气息散出 许多高阶妖兽 近数分布在山峰的周围修炼 一片险山恶水 含有人际 而就在此座山峰的上部 却是云雾弥漫 大量的房屋宿舍 民宅院子遍布 还有良田药田店铺 道路茶社酒楼等等 俨然一副城池的样子 就在封顶那座 宏伟耸立的建筑群内 一栋零花溢草盛开的院落里 一名轻衣男子缓缓吐了一口长气 渐渐的睁开眼来 他额头上遍布汗珠 脸色微微有些泛白 但双眸当中却是金光灼灼 开河之下 隐约又金色雷霆闪动 伟青大人 怎么样了 身侧一名囚染老者开口问道 眼中满是疑惑 伟青整了一下长袍 端起了一杯清茶 瞎了一口 才悠悠的说道 公养正齐找我一事而已 没什么 囚染老者说道 原来是公养正齐大人的召唤 不知伟青大人 可有提及龙家之事 伟青道 你之事不爱 放心便可 囚染老者大喜 忙躬身说道 那多谢维青大人成全 维青伸手扶起他来 不用多理 你我是利益相同 各取所需罢了 如今天下动荡不稳 龙千秒大人陨落之后 龙家也急需一位大人这样的强有力的领袖 不仅对龙家有力 对整个天下也非常重要 囚染老者盲说道 伟青大人 所言即是 待我成为龙家之主后 必然以大人马首是瞻 为天下的安稳尽自己的棉薄之力 围青欣慰地点头道 难得你有如此的胸襟 我先替天下之人谢过大人了 囚染老者说道 此乃我辈之本分 待我上位后 便立即着手 替大人挑选人选 进行那血脉提纯试验 嗯 围青应声道 此事你要多多防范 以免惹来各种非议和不满 毕竟成功率不高 牺牲挺大的 哼 没有牺牲 哪来的珍贵 囚染老者冷笑道 若是成功率高的话 那石阶神血 岂不是泛滥了 还有何珍贵可言 成大事者 不惜小费 这点牺牲 我龙家还经得起的 况且失败 也并非完全无用 能够化成鬼修罗 也是一桩美事 围青道 你能这么想 那是最好不过了 若是龙家其他之人 也和你一般的想法 那就好了 囚染老者冷冷地说道 哼 大人放心 若是有人明顽不灵 老夫说不得 要让他们的脑袋 开开窍了 况且 这是龙千描手中 就开始的事业 我也没有理由终止 对吧 此事 无论对龙家 还是天下 甚至 整个天舞界 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围青说道 的确是如此 体炼 真灵 血脉 也许是当今天下 最为有效的 成神之路 囚染老者说道 大人此举 也是为了整个天下着想 我义鸿鸣 必然带领整个龙家 全力追随 只是 有一件事 那龙家的掌门令牌 龙家内 还有不少老顽固 指认令牌 围青 宋梅道 此事 我明白 若是由你出手 杀菲尼 抢令牌的话 必然会遭受 龙家内部的 极大反抗 即便强行 镇压下去 也势必影响龙家局势的稳定 那令牌之事 就交给我吧 那 多谢大人了 义鸿鸣 顿时大喜 掌门令牌 和龙千苗死前传位之事 乃是他的心头结 若是不能 妥当处置的话 即便他强行登位 也会阻力重重 很难 真正的号令全宗 除了令牌外 非你 那小妮子 也非死不可 否则 始终是个祸害 义鸿鸣眼中 闪过浓浓的杀气 毛子也渐渐 有些微红起来 维青道 你放心吧 我会一切处理妥当的 两人前方 突然一道光芒闪动 一名男子现出身形 单膝跪下 维青大人 义大人 所有长老和护法 还有七名少主 都到齐了 义鸿鸣浑身一颤 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 涌上心头 大笑道 都到齐了吗 老夫早已准备多时了 今天便是龙家 走向巅峰的开始 维青也是眼中闪过寒光 一切按既定的计划进行 走吧 义大掌门 就在维青和义鸿鸣 共谋龙家之事时 蓝雪圣域内 苍武雄和周楚 也踏入了灵花妙境之中 四周竟是奇花异草 除了惊人的灵气外 还洋溢着一种古怪的感觉 似乎走入了某种阵法之中 周楚私下张望着 惊奇地说道 这里便是灵花妙境吗 我虽然早有耳闻 却从来没有来过 也不知如何进来 苍武雄道 幸亏你不知道如何进来 否则贸然闯入的话 那老怪多半会宰了你的 周楚一惊望说道 师尊 那任西民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可是我圣域之人 苍武雄黑黑一笑 总的来说 他也算是圣域之人 但很少有人指挥得了他 灵花妙境 虽然在蓝雪圣城之内 却是一方独立的空间 他也可以说是灵花妙境之主 他也更喜欢这个身份 周楚的内心有些惊骇 难道师尊和另外几位 执政者大人的命令 他也不听 苍武雄道 若是符合他的口味 那他就会听 否则就不听 苍武雄微微一笑 开口大声的说道 任西民 我来看你来了 声音洪亮有力 在妙境之中震荡海 像是春风拂过所有奇花异草 一下刷刷的摇曳起来 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 不仅如此 那些花草似乎产生了变化 不断的在四周移位 一股股震力 从四面八方渗透而来 如同海浪层层叠叠的压向两人